Hello 我是灵灵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花友都喜欢那个 昙花一现的那种感觉 那么我手上这个的话是我们的小叶昙花 我们近期呢给大家上了一系列昙花的品种 有小叶昙花 大叶昙花 鱼骨 另间昙花 那么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养护 这个昙花的话非常好 有多好养呢 昙花的耐阴性很好 它不需要什么强光的曝晒 大家只要是正常的给上一个 折射光 散射光 养护即可 而且它没长出一根花进来 它那个花量都是可以爆盆的 第二点 那么昙花的话 它的耐旱能力非常优秀 在浇水的情况下 大家一定要切记维持好干湿循环 不干别老浇 没有那么的洗水 再一个就是冬天的话 切记不要给它放到零下 就是它不怎么耐寒 冬天不要低于零度 基本上五六度以上去养护 盆栽去养护就可以 那么小叶大叶昙花 它是开一个白色的花花 真的很漂亮 而且小叶昙花带有淡淡的香味 非常好养 那么很多话说我不喜欢 那个开白花的昙花 我们可以去除处这个鱼骨令剑 鱼骨令剑昙花的话 它是开一个红色的花花 颜值又高 花量又多 但是我们这个发货的描情 都是满眉的状态 大家只需要买回家 自己把这个花剑养出来 开花的话就可以开爆盆 如果说有喜欢昙花的话 有下方小黄购物车 直接去录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哎 嘿嘿 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